2020年7月,重庆15岁女孩突然有了身孕,呕吐不止,而孩子的父亲,似乎是女孩同母异父的哥哥,母亲将女孩送去医院检查,而医生的一番话让母亲一阵后怕。 名叫小静,几年前她的父母因为感情不合离婚了,母亲陈小华离开之后,她便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生活。 过了没几年,父亲给小静找了一个后妈,后妈名叫冉娟。 小静虽然不喜欢冉娟,可她在家里没有任何话语权,就算她向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想法,父亲也不会有任何改变, 反而会指责她懂事,所以她只能默默忍受。 7月初小静像往常一样在学校上课,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,身体一直在冒冷汗,上课也没有精神,只想趴在座位睡觉。 午休吃饭时,她一点胃口都没有,吃什么就吐什么,就连喝一杯白开水都会反胃。 班主任注意到小静的异常,上前询问小静怎么了,可小静却一副难以启齿的神情,什么话也不肯说。 她将小静的症状和她的神情结合在一起,猜测小静大概率是怀孕了,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 班主任立刻拨打了,小静后妈冉娟的电话,告知她小静身体不舒服,尽快将孩子送去医院检查。 但冉娟妈妈却提出了反对,小孩子感冒发烧很正常,又不是什么大事用不着去医院。 冉娟无所谓的态度,将班主任心中的怒火点燃了。 她斥责冉娟不配做母亲,小静怀孕了都看不出来,怀孕两个字把冉娟都听猛了。 小静平日里不是在家里便是在学校,连和男孩子单独乡,处的时间都没有。 怎么可能会怀孕呢? 心中虽然有太多疑惑,但冉娟也不敢耽搁,立刻去学校将小静接回家中。 小静回家之后,呕吐的症状依然十分明显。 而且她的下体还有鲜血渗处,和孕妇流产后的情况高度相似。 原本冉娟和小静奶奶,还觉得班主任在乱说话。 小静不可能怀孕,可等他们看过小静的症状之后,心中已经相信了一大半,认定小静不检点,怀上了别人的孩子。 接着冉娟和小静奶奶轮番上阵,逼问小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。 但小静似乎并不想理睬他们,翻了个身边,继续睡觉休息了。 小静不肯说,冉娟和小静奶奶也无可奈何,只能互相回忆,看能否找出,最近和小静有过来往的男性。 回忆了半天之后,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,这个男孩子就是小静同母义父的哥哥。 何宇几个月前小静学校放假,便去母亲和小花家中玩了几天。 而当时何宇也在家中,虽然两个孩子处在一个屋檐下,可两人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,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? 离经叛道的事情呢? 话虽如此,可冉娟和小静奶奶似乎已经认定,小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何宇的了。 想到这里,冉娟立刻拿出手机告知陈小华。 小静出事了,让她赶紧来一趟。 陈小华虽然和前夫离婚了,但小静是她的心头肉。 得知小静出事了,她便第一时间收拾东西,来到了前夫家中,看着小静脸色惨白地躺在床上。 何小华觉得自己的心里都在滴血。 她刚想询问小静发生,什么事情了? 冉娟就一把将她拉到了小角落,然后用小静听不到的声音,将小静怀上何宇孩子的事情告知。 那陈小华? 陈小华一听立刻反驳了冉娟。 何宇和小静都是她的孩子,她很清楚两个孩子的品行,他们不可能做出这样荒谬的事情。 冉娟似乎早就料到了她的反应,一便安慰何小华别难过,一便让她好好问问何宇。 俨然一副小静和何宇,已经勾搭在一起的样子,见冉娟一副颜值凿凿的样子。 何小华,原本坚定不移的内心也发生了动摇,她神情复杂地拨通了何宇的电话,询问她是否有做过对不起小静的事情。 何宇听到何小华这番话,整个人一头雾水,小静是她的妹妹,虽然感情不深,但她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欺负小静的事情。 阿得到何宇明确的答复之后,何小华松了一口气,思绪也清醒了很多。 冉娟将小静接回家中之后,一直没有将孩子送去医院检查身体。 小静到底有没有怀孕?还是一个未知数呢? 想到这里,何小华立刻将小静送去医院检查。 小静到底有没有怀孕呢? 2020年7月,重庆15岁女孩突然有了身孕。 呕吐不止,继母和奶奶认定,女孩怀上了亲哥哥的孩子。 而女孩母亲认为另有隐情,将她送去医院检查。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会是什么呢? 为了弄清楚小静身体不适的原因,何小华匆匆忙忙地将小, 静送去医院妇产科做检查。 一番检查之后,妇产科医生表示小静没有怀孕,但身体情况很差。 需要立刻送去急诊室治疗部,然随时有生命危险。 陈小华听后立刻将小静送到了急诊室。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紧急治疗,医生总算从急诊室出来了。 医生表示小静的体内含有老鼠药毒素,虽然当时没有弊命, 可她体内的肾脏器官已经被毒素腐蚀了, 所以才会出现呕吐尿血的情况。 得知女儿的身体情况之后,陈小华一整颗心都碎了。 她知道自己和前夫离婚的事情, 对小静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,可她没有想到。 小静这傻孩子居然会服用老鼠药, 她想要询问女儿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。 可现在女儿刚脱离生命危险,正躺在病床上睡觉。 她实在不忍心打扰女儿休息,正当她心力焦脆的时候。 何小华的邻居打电话,关心小静的身体情况, 询问小静是不是怀孕了。 邻居这番话让何小华狠狠皱眉。 小静疑似怀孕这件事情, 只有冉娟小静奶奶和自己知道。 外人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? 更何况小静根本就没有怀孕。 如此胡乱造谣,不是在损坏小静的名声吗? 何小华和邻居交流一番, 得知造谣的人正是冉娟和小静奶奶。 听到这两个名字何小华怒不可恶, 事情刚发生的时候, 他们还装作一副老好人的样子, 让何小华不要声张, 偷偷解决就行了。 如今他和小静不过刚离开一会, 他们便开始造谣小静怀孕了。 而且他们再怎么说都是小静的长辈, 怎么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? 四处散播谣言呢? 何小华拿起小静的检查报告, 与冉娟和小静奶奶当面对质, 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面对何小华的愤怒, 冉娟和小静奶奶都非常淡定, 一口咬定是小静自己的原因。 冉娟称家中没有没有老鼠药, 小静哪里有机会服用老鼠药呢? 而且老鼠药的毒性非常大。 小静如果真的服用了老鼠药, 不可能还活着。 小静奶奶也同样如此, 她认定小静生活不检点, 经常和其他男孩子一起玩, 关系不清不楚, 另外医院的检查报告也说明不了什么。 小静的反应分明就是怀孕了, 医院却连这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, 都没有检查出来。 这样的医院不开也罢。 见冉娟和小静奶奶一副死不认账的样子, 何小华也懒得和他们理论了。 刚准备离开, 何小华想起了还在医院, 接受治疗的小静。 小静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了, 但还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和休养, 这笔费用数额非常巨大。 而何小华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, 一个月工资也不过五六千左右, 根本无法负担小静的医药费。 所以他希望小静的父亲, 能够承担一部分医疗费。 可这话刚说出口, 就引起了冉娟和小静奶奶的强烈反对。 他们认为, 如今的这一切都是小静就由自取, 自己做出的事情就应该自己承担。 他们绝对不会拿出一分钱。 何小华与他们争吵了半天, 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。 恰好这是医院打来电话, 告知何小华小静已经清醒过来了, 得知小静清醒了。 何小华也懒得和他们争论了, 拿着自己的东西就去医院看望小静了。 他想和小静谈谈, 了解他不在的这段时。 坚小静受了哪些委屈? 以及他为什么会想不开服用老鼠药? 2020年7月, 重庆15岁女孩突然有了身孕呕吐不止。 母亲将孩子送去医院, 意外得知女孩没有怀孕, 而是服用了老鼠药。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? 为什么会服用老鼠药轻生呢? 看着许久未见的母亲何小华, 小静忍不住哭了起来。 对于母亲的离开, 她的心中也有怨恨, 不肯将心事告诉何小华。 面对母亲的关心, 她也只是低着头不肯说话。 何小华知道小静不舒服, 没有强迫她与自己说话, 默默地守候在小静的身边, 照顾她的身体。 在何小华的细心照顾下, 小静的身体有所好转, 心情也好了很多不再沉默不言, 愿意开口和何小华说话了。 自从父母离婚之后, 小静就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。 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, 对她不闻不问, 就算回来了也是陪在继母冉娟的身边, 从不关心她这段时间过得好不好。 她好几次想和父亲说话, 可父亲都以工作太忙, 唯有打断了。 时间长了她便不想和父亲说话了。 而冉娟和奶奶一直把她当丫鬟使用, 天天让她干活做家务, 无论做得好不好都会惹来一场打骂。 如果她反抗和顶嘴了, 他们便会辱骂自己, 不孝顺和不听话。 父亲若是知道了就又骂她一顿。 她一直想要一张属于自己的电话卡。 所以, 她去拜托冉娟帮自己办一张电话卡。 可冉娟并没有同意还对她冷嘲热讽。 她心中气不过便拿走了她的手机。 冉娟发现之后, 就立刻打电话给父亲告状说我, 不懂是她想要和父亲解释, 自己拿走冉娟手机的原因。 可父亲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, 将她痛骂一番后就挂断电话了。 她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, 萌生了自杀的想法。 在楼下做家务的时候, 偶然找到了一瓶老鼠药。 她鼓起勇气将老鼠药喝进了肚子里。 不过喝到一半的时候她又害怕了。 所以就将嘴里的老鼠药吐掉了。 刚喝下肚子的时候, 身体没有出现不适的反应。 她还以为自己没事。 没想到, 身体内部早就被老鼠药给腐蚀了。 好在班主任即使注意到她的异常。 而何小华得知以后, 也是尽快将她送去了医院。 这才保住了小静年轻的生命。 之所以回家后一言不发, 是因为小静觉得自己与冉娟, 以及奶奶没有共同语言。 他们将自己接回家之后, 不仅没有, 第一时间将她送去医院检查身体, 还一口咬定她怀孕了。 她与冉娟奶奶的关系本来就不好。 就算自己和他们解释了, 他们也会将自己的解释当作狡辩, 逼迫她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。 反正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说的话。 她何必再多废口舌与他们争论呢? 况且她的身体内还残留了很多老鼠药, 身体十分难受, 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说话了, 只想安安静静地睡一会。 得知小静服药的原因之后, 何小华十分自责, 离婚时她若是将小静带走, 小静或许就不用受那么苦了。 想到小静这些年吃的苦, 何小华始终咽不下这口气。 等小静身体好一些之后, 她便将钱夫一家告上了法庭, 夺回小静抚养权的同时, 也让钱夫一家承担女儿的抚养费。 2022年11月, 法院给出了最终审判结果。 小静的抚养权转给了何小华。 同时钱夫一家, 每个月还要向何小华支付600元。 这600元是小静的抚养费。 直到小静18岁成年之后, 这项判决才算结束。 小静的遭遇令人心疼。 父母离婚之后, 她就像扶贫一样游离在世间, 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, 和属于自己的避风港, 再加上家人的不理解。 所以她才做出了这些傻事。 希望小静能够重新振作, 忘记过去的不愉快, 和母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